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7讲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说什么呢我们主要搭建了一个mqtt的一个服务器 其实也就是服务端 这里面呢主要说什么呢 主要的是用了这个moscar这样一个nodejs的一个库来实现了一个服务端的一个搭建 然后呢我们把他主要的这种关键事件代码给实现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来看一下mqtt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协议 那这里面呢我们有四个大的一个关注点 第一个呢是他的一些术语 第二个呢是关于控制报文的这样一个内容 第三个呢是服务质量 QoS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和主题过滤器 这四块内容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四块内容呢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说了这个mqtt的话它是一个协议 那如果我们要 实现这个协议 要用好实现这个协议的一些 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从根本上去了解一下这个协议 那所以这节课的话就是就是把这个协议的一些关键点给大家 讲解一下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他这个基本术语 他这里面的基本术语的话其实有 这么几个 第一个呢是网络连接 什么是网络连接呢 其实 很简单 网络连接的话就是说 就是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一般的一个网络 其实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底层的一个传输协议 就是网络连接 然后他有什么用呢 主要是客户端使用他来这个连接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是需要网络连接的 然后网络连接的话他还会提供 注意的是有序的可靠的双向的字节流传输 因为他是发不订阅所以他有一个推的一个 一个动作当然也可以也有拉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呢 他是以 他是这个双向字节流的一个传输 那么这是关于第一个术语的网络连接 那么第二个呢 是应用消息 怎么来理解这个应用消息呢 不管我们是 SocketIO还是MQTT也好 他们 都有一个服务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呢 我们在当客户端 请求服务端的时候 我们会带上一个消息 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 所谓的应用消息 在MQTT里面的话这个应用消息 他 还包含有什么呢 他还包含有相关的一个服务质量和主题 这两个关键的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呢是应用消息 这样一个术语 第三个呢是客户端 怎么来理解客户端呢 简单的来说的话 客户端就是 使用MQTT的一个 程序 或者是设备 那这个呢都叫客户端 然后他有什么用呢 看一下 他呢 主要是发布应用消息给相关客户端 其实这个地方包含两个步骤 是发布新发布应用消息到 服务端 就是说推送给服务端 然后呢 通过服务端来进行分发来 到达对应的一个客户端 那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发送消息的这样一个功能 第二个呢是订阅 订阅的话就是说 我 我要关联某一个主题 然后当服务端收到这个主题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就给我推送过来 那这个呢 就是说订阅 应用消息 既然有订阅 那么第三个功能就是说 取消订阅 当然第四个 就是说 断开连接 那么这个呢是客户端的一个功能 那除了客户端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服务端 那怎么来理解服务端呢 其实服务端也是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设备 然后呢 他是一个中介 他怎么来 他是什么中介呢 他是客户端与客户端之间的一个中介 我们有发送消息的客户端也有接收 消息的一个客户端 那之间怎么通信呢 就通过这个中介来进行 转发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服务端 服务端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么第一个肯定是要接收 接受这个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当然也要接受客户端的一个消息 那也会处理这个客户端的订阅和取消订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件 那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转发应用消息给符合条件的客户端 那么这个是服务端的一个作用 之后呢就是订阅 订阅其实它是包含一个主题过滤器 这个其实 这个在上节课里面没有说的太多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主题过滤器 还有一个呢是最大的一个服务质量 那我要要订阅主题的话就需要包含这两个东西 我需要 哪一个主题的东西 然后呢它的服务质量是什么 那 一个绘画的话它可以有多个订阅 那一个订阅的话其实只有 只能只能有一个绘画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 是 多对一的一个关系 那之后呢还有一个主题名 主题名是什么呢 主题名是应用消息的一个标签 那服务端的话 以知与主题的 以知这个是有错啊 这个是钱与主题匹配 与订阅匹配 就是说这个主题名的话是 订阅的时候需要用的用到的 好之后的话就是主题过滤器 这个呢其实是在订阅的时候 传出的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里面呢有一些通配服务 这样子的话它可以 匹配一个或者是多个主题 规划这个呢其实规划的话就是 和我们这个HTTP协议的一个 规划差不多 就是客户端和服务端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交互 那控制报文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说 通过网络连接发送的这个数据 数据包 那么就叫 控制报文 那这个报文呢 肯定 是有很多类型的 那这里面这些呢就是 MQTT协议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 好 我们接着来看控制报文 那控制报文是什么呢 控制报文的话 其实 简单点说就是一系列的一些 请求 那这个请求的话就包含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连接服务端 确认连接请求这些都叫控制报文 发布信息发不确认这些报文的话 有可能是客户端发起的 也有可能是服务器发起的 好 这个呢 这里我这控制报文这一块 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个 就可以了 详细的我们就不会去 细说我们在后面真正用到的时候 会 简单说一下这些报文 当然具体的消息格式的话就需要去查 MQTT的这样一个协议了 我们这儿其实并不并不关注这个具体的一个协议的一个 数据格式 好我们来看 第三个 服务质量 那QOS的其实在MQTT里面有三种 这个在之前介绍MQTT协议的时候 就 给大家 简单介绍过 那么第1个呢 就是默认级别 就是说最多 分发一次 这个呢 其实和 UDP的协议比较相似 就是说 我不管 我只要把消息 扔出去 我就不管了 不管他到底 到底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 响应 那么都是 不用关心的 我只需要 发出去 那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消息就可能送达一次 就说网络很正常 那么就 刚好 送达了 那也有可能根本就没送达 那这种场景最多是用了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一个什么物联网设备 他要定时的向服务端 发一些 数据 比如说GPS设备 那每隔5秒 给服务端发一个数据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比较适合用 QoS0这样一个级别 就是说我丢一次 丢失一次 数据其实影响并不大 那这种呢 提高性能 也降低功耗 那这个时候呢 就用这个 低级别的一个质量 那么第2个 质量的话是 QoS1 那这个时候的话要求就是说 至少要分发一次 这种 级别下的话 服务质量的话就必须要确保 消息肯定要送达一次 那怎么来确认送达呢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 就比如说我要发一个消息 发了之后的话 这个消息就先 把它存起来 然后要等待这个订阅单进行一个确认 就说对方已经收到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这个消息才叫 发送成功 那如果说订阅端收到了消息 但是在发送确认的时候 网络断了 那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订阅端已经收到消息了 但是在发送端 他其实 没有感知他不知道 所以他还会尝试 重新发送一次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订阅端就可能会收到多次 这样一个消息 所以他呢 就要至少分发一次 就说他有可能会重复 那么第3种级别呢 是QoS2 这个呢 他的级别 意思就是说 仅仅只分发一次 当然这个仅分发一次不是说 和对 那这个 仅分发一次和这个 最多分发一次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仅分发一次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发送一次 而且我要确保这一次一定 是成功的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开销 这种场景用的比较少 因为他 并用这样的一个 高质量的去发的话 不管是 公号还是 网络都需要一定的一个要求 都需要更复杂的一些处理 所以这个呢 是 三种 浮质量 在这个MOSCA里面的话 我们一般 我们用的就只有 零级别和这个一级别 这两种 至于二的这样一个 级别二 我们其实 那个里面是没有实现的 那个库是没有实现的 但是我们要 知道 MQTT 这个协议本身是有三种 发布质量的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主题过滤器 主题和主题过滤器 其实是两个东西 这个主题的话 其实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 发布消息的时候 我们要指定一个主题 那这个呢 叫主题 那我们在订阅的时候 也需要指定一个主题 那这个时候指定的这个主题的话 其实是主题过滤器 因为它可以有一些 通贝符的 一个概念 那这个呢是一个区别 好 这里面呢 其实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主题通贝符 主题通贝符的话 其实是 有 三个 通贝符本身说是只有两个 一个叫多层 还有一个单层 但是呢还有一个是分隔符 怎么理解呢 我们看一下 就说 我们的这个主题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用斜线来把它分成几段的 比如说SYS Log 这个呢就是就是三个三段 但是整个一整个一起的话 其实它也叫主题 所以我们发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送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发送这样一个主题 然后给一个数据 那这个斜线的话就叫主题分隔符 那我们的这个多层通贝符 怎么怎么怎么理解呢 其实多层通贝符就是说 警号就是用来匹配 任意层级的一个通贝符 应该它有几个要求 就是说必须位于它自己的层级 或者 跟在 主题层级的分隔符之后 就是说它必须要自己是一个层级 然后它必须 跟在这个分隔符之后 那这个是一个要求 第二个呢 它必须是主题过滤区的一个 最后一个字符 如果放在中间 它又是匹配多层的 那我们的最后那个匹配项 很明显就匹配不上了 所以呢它有这样一个要求 那这我们举一个 视例 怎么了 就说如果 一个客户端订阅了一个主题 SYS 警号 那么它可以收到如下主题 发布的一个消息 就说我只要针对这些主题 发消息 那么这个这个订阅的一个客户端 它都能够收到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警号匹配多个层级 所以这个 零个层级 一个 一个 两个多个层级 它都能匹配上 所以说它是能够收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多层通配符的一个作用 这个呢我们会在下节课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演练里面 为大家 更详细的演示一下这个通配符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这个多层的一个通配符以外 我们还会接触到一个叫单层的一个通配符 多层的话是一个警号 那么单层的是一个加号 这个地方的话 就说在主题供应区的一个任意层级都可以使用 单层的一个通配符 包含最后 或者说第1个层级都是可以使用的 订阅主题 这里也有一个示例啊 订阅主题 SYS 然后 数据杠加号 就是说 我们可以 收到SYS 这个 大的 栏目下的后面的一个小节点的一个 消息 所以说 这个 两个节点的后面是空白 然后 SYS LOG 这两个主题的一个消息 我们都这个这个客户端都能收到 那这个地方有要注意了 由于这个加号他只能匹配一个层级 所以说 SYS本身他不能收到 因为 SYS 只有 一个层级是固定死的 那如果是SYS 斜杠加 那么他其实是两个层级 所以这两个的话是匹配不上的 另外 SYS LOG 也是匹配不上的 因为从这个 主题上来看他已经有三个层级了 我们这边订阅的时候 只有两个层级 而且第1个层级必须是SYS 所以呢 他是匹配不上的 这个呢也是会在我们下节课的客户端的里面去演练 所以这个呢是他通配服的一个知识 除了通配服的话 还有一个主题比较特殊的什么呢 就是说以美元符号开头的这样一个主题名 比如说美元SYS 其实他呢可以理解为一个什么呢 一个保留的一个主题 前缀 一个保留的一个主题前缀 这个呢就是说 我服务端可以 群发的事可以用这个主题 但是客户端的话就最好不要用这个主题来发布消息了 这个呢 这个呢要记住一下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主题 好 第3个呢是主题名和主题过滤器的一个规则 这里面呢 我们要 取一个主题名或者说要 取要 书写一个主题的一个过滤器 那我们需要遵循一定的一个规则 这规则是哪些呢 就是说 第一个 至少包含一个字符 就是说这个主题或者主题过滤器 他必须有一个字符 以上 然后第2个他是区分大小写的 第3个呢是可以包含空格 然后呢他以斜线来进行一个分割 通配服的一个分割 当然 他只包含斜杠也是合法的 那这种场景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 订阅的 然后他是不能包含空白字符 这个空格和空白字符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 他是不能包含空白字符的 其实我们一般这个空白字符也很难说出来 所以这个呢 稍微只要不是那么 故意的去做 那么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最后一个规则是这个主题和 他的一个 他是一个字符串 是UTF编码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他有一个长度是 六五五三五的字节 那他这么这个长度已经相当大了 我相信 如果真的用到这么长 超过这么长的一个字符串 其实 也已经很难辨认了 那所以这几个呢 其实 只是他的一个硬性规定 实际上那么我们是不容易犯的 但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必须要 了解 就是说 他是区分大小写的 然后写一个是合法的 然后他 可以包含空格 那这几个呢 需要牢记一下 好 这些呢 就是 这个 MQTT协议里面的 比较关键的一些东西 那具体怎么通信的话 我们这边是 不会去 深究的 因为 一般的 一些 服务端或者客户端 都已经把我们 封装好了 我们 主要的是要了解 这个协议的一些关键点 好 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的内容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们下节课的话会实现一个 会实现这个 坑户端 好 我们就下节课再见